Hello 歡迎來到家傑襯衣 我是家傑 今天會跟大家開箱 UNIQLO 最高級的聯繩 PUSJ 系列 今季其實有很多件 跟上兩季差不多的款式 如果你上次買不到的 今次就可以購買 我自己就推介這一堆 有興趣的可以暫停來看 第一件要推介就是這件 女裝的高嶺冷衣 一開始看Notebook 我最期待就是這一件冷衣 相信也是今季PUSJ的Statement piece 而且在網上看到 很多人穿都很好看 雖然英國一開買那天 我馬上去網站買 但也買不到我最想要的深藍色 只剩下黑色 入肩色的剪裁 更加貼服肩膊頭 看起來更優美 用了19.5mm 羊毛製作 穿上身都不會覺得太刺身 這件衣有兩個最明顯的設計特色 第一就是左邊的衣領 和兩邊的袖上都有開叉的設計 還有背面Iron Sweater上常見的圖騰 配搭上要留意領口和袖長 建議大家可以配搭PUSJ系列的襯衣 我穿M馬的買大了一個馬 但我覺得買圓尺寸是最好的 因為這件衣的cutting fit 身會比較好看 細緻上我覺得開叉的位置做得不夠利落 但我喜歡背後的圖騰 在比較單調的選擇風格中 注入溫度 是一個不錯的點綴 第二件是這件藍裝的cardigan 在版型和顏色上我都比較滿意 這件可以隨你喜歡買合身或size up 如果想穿得更適合的就可以買圓尺寸 如果你喜歡日系的就可以跟我一樣買大一點 這件我買XL比我圓尺寸買大兩個size 買戴的好處就是袖子會比較蓬鬆 袖口會有一層層堆疊的感覺 這件cardigan和其他一般的cardigan不同 左邊有袋中袋的設計 令它更加好看 我覺得最好的配搭方法就是用T恤打底 再配搭合身的長褲 這種阿婆冷衣近幾年都比較流行 如果你沒有這款冷衣 我都很推介大家入手這件 但是要留意幾點 袋中袋的設計其實不太實用 放電話的話是絕對不夠放 而且把電話放在其中一邊袋的時候 也會令衣服穿在一面 不過這個是大部分cardigan都會有的問題 還有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它的扭 雖然有做到花紋 但外觀上跟衣服有一點不協調 最後因為我覺得這件衣服未必會配搭長袖衣做打底 雖然19.5mm 樣毛一般人應該不會覺得吉身 但並不是完全順滑 所以都要看你個人的接受程度 買之前最好先試一試 介紹完衣服我們來講一下襯衣 女裝的Paché每一季都會有一件比較特別的襯衣 今季就是這件絲質襯衣 這件衣服用了silk和天然背殼的扭 silk的光澤更加高貴優雅 這種領的襯衣男裝上比較少見 高領但帶有絲帶 下把也有一個散型的拼接設計 配搭上我將絲帶綁成胎和攝衣 弄輕這件衣服太柔軟的設計 配搭較合身的西褲 是一種髮色夜男孩的浪漫感 可惜價格上因為物料而拉高 有多少人願意用999元的價錢去買一件襯衣 而且男配搭實穿度又低 Hoodie是秋冬最白搭的產品之一 Paché這件Cutting好看 設計又有特色 用logo或是graphic print Gil Sander用了設計 提高它的變色度 亦有今季最推介的產品 Hoodie最大的特色就是拉鏈和帽子的設計 帽子用上了另一種物料 所以前後看也能夠認出是Paché是別 配搭上可以隨便配搭 想看我如何配搭的 可以看上一條Shorts 或者去我IG 當全民多穿Hoodie的時候 這件衣服的變色度 絕對可以令你Stand out 尤其是現在的Hoodie 全部都是那種超挺身全面的帽子 還有尼龍帽子的光澤和柔軟度 更適合配搭乳絲 網絡會更加和諧 其他人開箱也有不少人推介這件 藍裝的乳絲 而我卻不推介這件 如果你有不同想法 歡迎留言一起討論一下 Chiya 板營和顏色都中規中矩 包含 手肘和肩膀都用了一種較硬的材質 去擺接 兩邊肩膀的擺接位置也有暗袋 也都可以拆除色內布 控製設計沒錯是讓它增加了特色 但是在位置上我並不覺得有令這件衣服更加好看 暗袋的位置不是太方便 剛剛也有提及擺接的位置上用了較硬的材質 但關節位上的拼接就有點阻礙活動 最令我不滿意的地方是內袋 內理做得太鬆動 單手拉拉鍊的話會拉不盡 算是比較低級的設計錯誤 拉鍊順暢的滿足感我認為也是重要 好的衣著可以令你全日更加開心、自信 而當中的好我覺得包括使用的體驗 最後就是這條羊毛長褲 它裡面是有內理的所以不用擔心羊毛帶來的不適感 可以看到這條褲令我的腳看起來更加直同收長 比例上會更好看 還要非常百搭 你們都看到我之前幾套衣服都是配搭這條褲 除了這條褲之外 Pasche J的牛仔褲我都挺推介的 不過貴貴都有這兩件的版型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了 只要注意羊毛是比較保暖的物料 不適合夏天 還有容易黏層也是一個問題 Drill Sander是一位得銳的極簡主義設計師 雖然本人並不承認自己是極簡主義 但衣服上就有濃濃的簡藥美學 不需要誇張的剪裁 增加衣服的細節 注重衣服的物料和利落外形 被稱為Queen of Less 又有一代簡藥宗師的稱號 早在1967年創立同名品牌 開始創造高質實用的衣著 給當年的女性上班族 在1980年代和其他極簡主義的設計師 例如Martin Magella Helmut Nink 如果你不認識這兩位 但Kalvin Kine你也一定聽過 他們一齊掀起了簡藥風格的潮流 要知道70、80年代都是浮誇風格做代表 所以當時在時裝格要帶起簡藥潮流 並不是容易的事 直至90年代後期 奢華極簡主義終於開始流行 它來說我覺得今季和上兩季都差不多 似乎是一個最後的大補貨 大家依舊進取 不過比起其他品牌 用同物料來計算的話 其實都不算太貴 風格一貫簡藥但有寧靜味 可以看到它的設計都非常白白 不會只適合穿西裝的人和上班族 我認為這種風格對於香港人來說 可能太過斯文 在日本的話應該會比較受歡迎 而且Jill Sander這個品牌 已經不是Jill Sander做設計很多年 捧著較親民的價錢 去買高級品牌的設計 這個想法就更加不成立 希望這條影片給大家參考價值 喜歡的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